面对律师的质疑 宋先生一时语色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宋先生的债务问题 律师针对高利贷问题进行了询问 高利贷当中签协议的时候 谁是借款人 谁是保证人 我记不清楚了其实这个事 应该是我是借款人 吴先生是保证人 是你要借钱吗 还是他要借钱 当时是签高利贷的那时候是修路嘛 然后我说我去哪弄钱呀 他说这样吧 反正我也正式工作什么的 然后我就给你介绍公司 然后你去签一下 我给你担保 这修路的活是谁的呀 是你的还是吴先生 吴先生的 那既然是吴先生的 为什么他不去借钱而让你去呀 是他出的主意还是你主动提出来 我去借钱 他出的主意 吴先生有没有告诉你说 赚完钱我给你分多少红 说了 有给你写到协议上吗 没有 就口头跟你说 对 那你就信了 因为当时我们关系已经很好了 先生我现在跟你说 我也承诺你啊 我给你30%利益 你能不能上班帮我借500万回来 高利贷 不能 为什么不能 咱们俩今天第一天认识是吗 如果咱俩多认识几天呢 我还是电视台的律师呢 我应该比那个人的信誉保证要强一点 他只是个公职人员 那也不行 为什么 受过一次骗子 不会再信这个事的 你确定你不会再上当受骗子吗 不确定 不确定 小伙子真实在 来 季老师一直有问题要问 对啊 因为我周围有做淘宝的朋友 所以我对淘宝的整个经营状况还比较了解的 那在淘宝上其实就是卖图片 就是贴上一张鞋的照片 标上价格 咱们两家看见这个 这款式我喜欢 然后这价格我也接受 于是给他留言 我要买 或者直接就购买了 对方发货 那小伙子 淘宝卖家是不需要囤货的 你为什么要掏那么多钱去囤货 因为就像律师说的 他这鞋都是爆款 如果我要是不囤货的话 别人就把这些东西就买了去了 是这样的 那妈妈看见他囤货了吗 看到了 那宋妈妈 你们家什么时候 这个鞋特别多 13年 14年 12年 那个都有 因为他拉了货 我还跟他去大城 也拉过货 他拉的那个鞋 有时候就放我家 妈你给我发货 这个奥号 他干我怎么发 发哪我就给他发 先生 我想问一下 现在你母亲帮你还了多少钱 知道吗 80多 这是你自己算出来的 还是你母亲告诉你 我母亲告诉我的 你对外还欠多少钱 知道吗 15万 15万 本金是多少 利息是多少 本金是7万 利息是8万 利息8万 从什么时间起始 截止到什么时间的8万 知道吗 我知道 好 先生 您让我觉得 就是这么大的事 你不知道本金是多少 不知道利息是多少 不知道今天还欠人家多少 你自己从来没算过 都是别人告诉你的 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不合适 不合适就完了 反正我还这样 反正是他这本金跟利息 是不合理的 我没有办法去算 我跟他也说 我问你一下 先生 我们刚才说了 买卖协议没人逼你签 对吗 高息贷款合同 有人逼你签吗 没有 既然签了 为什么现在说不合理了 我觉得这个钱 其实就18万的货款 看那个判决书也看得出来 然后给我加这么多东西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知道人家怎么加的吗 你自己都没有算过 你也不知道 对方加的是对是错 你就说我不应该还 你如果说 王律师你帮我看看 我当时我给他 一共欠了50万 我已经还了多少多少万 现在我欠他本金 还有多少钱 当时我们约定的 利息比例是什么样 到今天截止 我还剩利息多少钱 这是我一共欠的钱 如果你这么来问我 我很容易绑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东西算得合不合理 对方要得合不合理 你自己心里都没数 我觉得这是不是有点 不是 当时他就是7万块钱 然后算利息的话 他按照年6%的利息算的 小伙子 判决书上有一句话 你看没看到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 持延礼物基间的债务 没看过这里 判决是15年做出的 到今天为止都四年多过去了 你告诉我没有看到过判决主文的这段话 我15年看了 然后现在今天刚看到 哎呀小伙子 小宋 作为一个心理老师 我要告诉你 你要怀疑自己是否真的阅读理解 是非常顺畅的 比如说刚才王可律师指出来的2015年的判决书 到今天你才看见那一段 你之前签的那些合同都让你吃了那么大亏 这个判决书是因为你的问题又在吃亏 你好好的想想 好好的反思反思 怀疑怀疑自己 那么在这里面 我想问一下阿姨 您今天来到现场是基于杨先生管念儿子要15万 基于这个诉求来的 我想问一下今天如果现场我们再给你拿出两张条来 你儿子还是担保人 你还不还啊 刚才编导跟我说还有两张条 一张8万的一张5万的 你还不还 我不还了 我还不了了现在 现在真来俩标情大汉就堵着他 就让他还钱怎么办啊 我还还 我怕他是委屈 您别吓我阿姨 阿姨啊 我刚才是跟您假设的 我们编导手里没有借条 但是您所有的还钱 只要担心孩子 你都可以无条件 不加以区分辨认的就去还钱 说实话 阿姨我能够理解您这种心情是对孩子爱 但是我不得不说 这是你